你們好,在這個時候我有一個影片 就是你有沒有被邪靈搞妖 因為其實也有很多人試過有鬼擇 這個圖片就是一個鬼擇的圖片 有些人真的睡覺的時候覺得好像有東西壓著 想說話說不到,想發聲發不到 就覺得一種力量壓在他身上 這件事很大可能性就是鬼擇,斜令壓著 這個廣東話讀鬼擇 通常我們廣東話都是叫鬼擇 就是說在做夢的時候睡覺的時候醒了 即是人醒了,人就想動 想說話,但動不了又說話 想叫又叫不了 但覺得一種東西壓著在他身上 覺得很害怕,很想脫離這種力量 覺得有一種力量在那裡 但是脫離不了 這個都是一個,就是有頗多人有的經歷 就是這個人很大可能是有邪靈的攻擊 或者是邪靈附體 我們是可以幫助你的,如果你有這個情況的話 也有時候有些人被邪靈搞妖 就是邪靈會跟他說一些負面的話 就是說,你沒有用的 沒有人喜歡你的 你活著都沒有意思 甚至叫人去跳樓 為什麼邪靈會叫人自殺呢? 因為當他自殺的時候他就落地獄 邪靈就想得到多一個靈魂落地獄 這是很多人被邪靈搞妖的一個特色 就是他們會發覺邪靈會跟他說話 叫他去自殺 如果你真的聽到這些聲音的時候 你千萬不要聽邪靈的聲音 千萬不要聽的話 以及你們會接受幫助 我們會幫助你的 耶穌會將風盛的生命賜給你 以及賜給你平安喜樂 其實邪靈的真實性是真實的 是有很多不同的證據給我們知道 真是有真實的 在不同的報章 在2023年3月10日都有新聞報導 有28個女學生 這個不是在香港的 是在哥倫比亞南美洲的地方 她在校內玩蝶仙出事 集體分決和焦雷送院 集體暈倒了 或者是很焦慮很害怕 有很多人以為玩蝶仙 這些就會有種興趣 還有有些交流 好像跟邪靈有些交流 其實是很危險的 因為在這個世界上 除了人之外的靈體 一是神 一是魔鬼邪靈 所以當他們接觸的不是神的時候 然後就會是邪靈 有些人說會不會接觸到神 神不是這樣的方法 神一定是透過主耶穌 因為耶穌為我們的罪釘死 我們透過耶穌可以來到天父那裡 因為人有罪 所以我們不能夠來到神的面前 除了藉著耶穌為我們死 我們求主耶穌赦免我們的罪 然後我們就能夠來到耶穌那裡 所以當人們用這些方法去求的時候 就不是得到神 而是得到邪靈 而邪靈來到 有很多人都是經歷到一些不好的經歷 譬如會很害怕 好像有一件事來控制他 有些懼怕 有很多不同的事情都可以發生的 都是不好的事情來的 其實香港也有的 香港之前也曾經有些學校 集體玩蝶仙、筆仙、守仙 搞到有邪靈搞妖 在哥倫比亞 被一個大規模的28個女學生 同時被邪靈攻擊 另外也在2022年11月11日 也有不同的新聞報導 11個學生玩蝶仙 集體昏迷在走廊上 其實在他們那裡 這個都是哥倫比亞的 已經是有前科的了 有集體的 有11個學生玩蝶仙 被邪靈搞妖 另外一種方法 人們接觸靈界就是 基童 在廟裡有些有基童 基童就是有些人 他會叫他們 叫師父 叫神明上身 但其實在網上 都可以找基童這個字 你會見到那些人 上身的時候 整個人失控 是這樣 遙動 很劇烈的遙動 和我們經歷聖靈有什麼分別呢 經歷聖靈是平安、輕省、喜樂 並且隨時可以停 這些基童他們上身的時候 是失控的 是那些反應是不好的 不是帶給他平安的 其實有很多這些基童 大家如果上網找 真情暴落格 真情暴落格 就是台灣一個電視台 他就有很多不同的見證 是用國語的 而有頗多是有些人 做過基童 做過茅山師傅 做過文米 接觸靈界 然後他們就發覺很不行 很不開心 很多事情搞要 很多邪靈搞要 然後跟著他們就 就有機會有人向他傳福音 他就嘗試祈禱 結果發覺信耶穌真的很平安 很喜樂 很感動 充滿愛 於是他們就信耶穌 作見證 讓他們看得到 其實做基童 接觸靈界 其實不是好東西 但有很多人出於好奇心 他們出於好奇心 去接觸靈界 玩蝶仙 首先 去文米 他的目的是希望得到一些 特異的能力 但他只是出於好奇 而他沒有去找清楚 到底這些是神 或是邪靈 其實都有很多人說到 這些上身是會有危險的 他們通常就會這樣說 你要做一件事就是請他走 請他來就請他走 但他未必走的 因為邪靈來到人的身上 他會覺得很享受 他未必喜歡走的 那麼我們就 在這樣的情況 我們就 有些人上了身 我們就不是請他去奉耶穌名 吩咐那些邪靈走 當這個人肯信耶穌 跟從耶穌的時候 那些邪靈是只能夠走的 他不能夠停留在那裡 當這個人聽神的話 遵從神愛神的時候 是趕邪靈的時候 他只能夠走的 好了 即是基童是一個方法 那些人可以接觸到 那這裏 這裏有一個人的見證 他說 我不想做基童 因為我覺得有很多事情 他不想 他可不可以不做基童 那這裏有一個基童的夫婦 他們受死信耶穌之後 經歷了平安和奉盛的生命 那這裏是一個網上的見證 這裏都是真情布洛格裏面的 其中一個見證 就是基童 後來順處就得到一個封城的生命 好了 另外有些人就是問米 或者找靈媒 問米呢 其實就是接觸邪靈的 有些人就以為接觸那些死的人 其實那些死的人 他們沒有耶穌在地獄裏面 其實是接觸的時候是邪靈來的 那怎樣知道邪靈不是那個人呢 雖然他有時說出那個人的東西 不過也有時是完全不準確的 很明顯就是邪靈根本不知道所有的東西 他知道的東西也有時是錯誤的 這個是接觸邪靈的 也有人在玩問米的時候 他就以為他家人就跟他溝通 怎麽知道後來那個邪靈不肯走 那他才知道原來這個不是我家人 是邪靈來的 所以能夠知道一些人的秘密 因為他是從魔鬼以來 他有這個能力 那參與的人都可以被邪靈附體的 邪靈可以上身去 然後那些邪靈就不走的 還有有基督徒在場 師父就不會來的 因為邪靈怕耶穌 有基督徒在場的時候 那些邪靈就不會來到的 我也都認識一個人 他真的有這個真實的經歷 就是他家人曾經問米 這個影片我攝錄了 他是普通話的 有一個這樣的見證 他有一次家人請過人來問米 怎麽知道總是不靈 後來那個問米的人知道有基督徒在場 他說有基督徒就不可以了 其實他知道 他知道有基督徒在場就不可以 那他應該相信耶穌 但這些人就覺得 我問米是一個生意 可以賺錢的 我信耶穌未必可以賺錢 那我為何要信耶穌呢 他就不肯離開他所信的他的問米 但我們知道這些是假的東西的時候 我希望大家就不可以找這些問米的人 還有那些問米的人 他們會在網上這樣說 他說那些負責問米的人 他們很多時候會有很多問題發生的 很多爭執啊 很多離婚啊 很多疾病啊 死亡啊 很多這些事情發生在他家庭裏面 那為何會這樣呢 因為邪靈來到那個家 就會影響那個家庭 所以其實很明顯看到 這些不是光明的勢力 不是光明的神的力量 而是邪靈的力量 所以我們千萬不要找這些方法去接觸靈界了 另外有些人就是玩神打了 神打就是他們求一個師傅上身 那有些就會求關帝 有些就求這個孫悟空 其實很搞笑的 孫悟空不是真實有一隻這樣的猴子 孫悟空是一個小說人物來的 在這個《西游記》那裏面 是有講到其中一個人物是孫悟空 但是沒有這個真實的人物的 但是他們求這個孫悟空上身的時候 他們居然是會有上身 那證明就是邪靈會扮孫悟空上身 那邪靈呢 神打就是求邪靈上身的 那在不同國家其實都有邪靈上身 就有超常的力量 就是不只是神打有的 有些不同的宗教都有這些力量的 那我認識有非洲的牧師 有一個牧師他就說到 他們在非洲見到一些牧師 有時行的邪術很厲害的 其中有一個在網上都有的 叫做butt-nicked butt就是buttock 就是屁股 Nicked 就是不穿衣 那為什麼他是butt-nicked 就是這個將軍 他是靠邪靈的力量 那他就會去打仗 就是和人們去打仗 因為非洲有時的政治不穩定 那他們就會不穿衣 就是除了他之外 還有一班人 都是有這些邪靈上身的 他不穿衣的時候 那些子彈都不進身體的 這個general butt-nicked 那些人很害怕的 因為他就經常都有邪靈上身的 並且他有一個方法 就是有一條馬尾 那條馬尾是真的有一隻動物 拿出來 然後他們就會獻祭 就會將血放在馬尾那裡 獻祭給邪靈 那些邪靈就會附在馬尾那裡 這個都是有一些不同的宗教做的方法 就是找一些死的人的物件 或者是一些死的動物物件 譬如中國人也有一件事 就是請鬼者上身 他們就拿了一些嬰孩死去的 就拿了他的身體 他們就覺得就是那些嬰孩的靈魂去幫他 但那些鬼者上身也帶來很多問題 其實那些是邪靈上嬰孩的身體 好了 這個general butt-nicked 就是這個徐三去打仗的人 他就找這條馬尾 他一打那些人 他就一是就病 一是就死 那些邪靈在馬尾那裡 就攻擊人 人就會病會死的 就是我們真的看得到 原來邪靈有這些力量 和是亨暗的勢力來的 好了 那些神打呢 有基督徒在場就沒有力量 因為邪靈會怕耶穌的 因為呢 就是有些人玩神打 但是有基督徒在那裡 他們就上不了身的 那我說了這個general butt-nicked 那他後來怎樣呢 就有一個牧師 神就透過他的教友去宣說 牧師你要去向這個general butt-nicked 傳呼音 哇 那個牧師聽到 沒有可能的 他跟那個女人說 這個是不是邪靈跟你說的 那那個女人就說 是從神而來 那這個牧師就警告他不要再說 誰知第二天又來過又說過 他們就把那個女人趕走 趕走離開教會 然後呢 那個牧師自己又說 就是神就要他講 我們呢 要去那個 這個將軍那裡 要去帶他信耶穌 那起初有三個人願意跟他去 然後走走走走 其中一個就 哎呀 我有些事不行啊 我不去 然後第二個又說 哎呀 我有些事又不去 然後第三個又去 不去 結果剩下一個牧師自己去 那他去到的時候呢 他就說呢 他進去的時候呢 那些人呢 好像看不到他這樣 就是他跟那些人講話的時候 他說我想見這個general 但是那些看間的人呢 完全好像看不到他 完全沒有回應 那麼他走進去 走進去 就去到這個general butnaked的帳幕那裡 那些看門的人也都看不到他 就是他就找了general butnaked出來 然後呢 他跟他 傳福音樂 這個general butnaked 居然就是 完全是很信服 不停地聽他說 但是聽他說完 他走了之後呢 那個general butnaked 跟那些士兵說 為什麼你們會放這個人進來 他說我們沒有放 我們不知道啊 那個general butnaked 就很生氣 就把那些士兵殺死 然後第二天 這個人又來過 我牧師又來過 又來過 又是同樣的事情 去帶這個general butnaked 信耶穌 然後很奇妙地呢 當這個人信耶穌的時候呢 這個牧師說他祈禱 他就看見了 這個general butnaked 看見了很多 黑色的東西在他身上出來 那些邪靈離開 還有看到神的榮光 在天上降在他身上 然後呢 那些邪靈走了 後來這個general butnaked 就變成了一個報道家 在網上可以找到的 那我可以 大家有興趣 我找到之後可以傳給你 那些英文應該通常 都會有英文的字幕在那裡的 好了 這些都是神打的一種方式來的 那就是真的力量可以很大 但是呢 我們有耶穌的力量是更加大 而且我們可以奉耶穌名 趕邪靈 也就是說耶穌是勝過這些邪靈了 好了 這裡是另外在百度那裡 就有人在那裡說 他就說他打坐的時候 就是黑了一眼就看到鬼了 怎麼辦呢 他就形容看到一些很恐怖的鬼了 面目很恐怖 兩眼反白 牙齒兇殺 看到他就很害怕了 這件事就不只是他一個人說的 有不同的人說到 當他們打坐的時候 他們想希望有平安 誰知道他們不是得到平安 是得到一些邪靈搞妖 他們有些就是打坐的時候 跟著就進了一個熟靈的領域 這個不是神的熟靈 另外是邪靈的領域 他就看到邪靈在那裡 也有些靈魂出竅 靈魂出竅 也看到邪靈在那裡 所以證明他們就不是接觸到神 是接觸到邪靈 有些人就教他 你這個人不要那麼多怒氣 處理罪 你就會沒有那個問題 這個只是他表面 但是他不是真的能夠 處理那些邪靈的 也有些人做趕鬼師傅 在台灣這個真情部落格裡面 就有這些見證 講到有一個叫趕鬼師傅 他就跟師傅學趕鬼 因為這個人就會見到邪靈的 然後師傅就知道 師傅見到他 就知道他有這種能力 就教了他做學生 就教他趕邪靈 叫他打坐有力量 他很奇怪的事情 就是他自己去反問 他說為什麼呢 那些人說拜那些神 為什麼我們可以吩咐他來 為什麼不是他吩咐我們呢 他覺得這些神明 好像地位很低 其實這些是邪靈來的 應該是神吩咐人做事 但是這個人 他學趕鬼 就是用邪靈的方法 趕其他邪靈的 應該是 應該就是見到 他應該是見到 不是好像要吩咐一些 他們的神明 就是來就來 但是他發覺 他是可以吩咐那些神明來的 然後跟著 那些 他們呢 就是 那些 這個人 發覺 他初來可以趕了小鬼 後來 就是趕了小鬼 一些大一些的鬼 他問師傅怎麼辦 師傅就教他 你要怎樣打坐 你要修煉 他就趕到一些大鬼 但有一次他去到一個地方 那些邪靈很厲害 他兩分鐘就走出來 因為太厲害了 接著他就叫師傅進去 師傅進去又兩分鐘就走出來 即是說原來他發覺他們 根本是趕不到邪惡大的邪靈 只是趕到一些比較小的邪靈 就讓我們看到他們是靠魔鬼的勢力去趕邪惡 他們並不是靠神的能力 所以我們知道我們就不用 好像怕這些邪靈 或者去跟這些人 有些人有邪靈搞妖 他們就會找一些道教的師傅 去家裡打齋 做一些不同的事情 就以為可以趕走這些邪靈 其實基督徒請牧師來 就可以清理的 但是他們就往往不喜歡找耶穌 為什麼不喜歡找耶穌呢 因為耶穌要他們離開罪 他說我喜歡打麻將 我喜歡賭錢 我喜歡罵人 我喜歡發脾氣 我喜歡找女人 所以耶穌就不能做這些事情 就是說他就想繼續犯罪 他就想得到神的祝福 所以他就找這些邪靈 但是耶穌可以真的祝福我們 而這些世上的享受 只是短暫 並不是開心的 那些人搞女人 其實家庭是破裂的 是不開心的 經常吵架 其實是不開心的 他有些就算有兒子 跟著他兒子沒多久 又跟他翻臉 因為他始終都不肯愛人 所以又翻臉 又是很多痛苦 所以其實呢 其實不是說 就是 找兒子 或者用一些不好的方法 賺錢 這樣就會讓人 開心的 其實不是開心的 其實很多困難 很痛苦 所以我們知道 這些並不是一些好的方法來的 希望大家是找這個真神 當我們跟從神 有神的平安喜樂 就算是 即是說 不像這些人 又去玩女人 其實我們可以家庭 更加 有開心快闊的生活 並且呢 就算是單身 都一樣可以開心的 就是一樣可以做一個開心的 快闊的人 好了 中國人就很喜歡 拜不同的 死了的古人 既然是人 其實怎麼能夠祝福人 和救人 根本沒有把握 根本沒有答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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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這些偶像 並沒有答應 他有這個能力 只是人呢 就找東西拜 那找什麼拜呢 就是找死的人 就是 他們覺得比較好的人 但是好的人 都是有罪的 所以都不能夠救他們 但是呢 拜這些人 就朝野邪靈的 我也都見過有人 他是 他是拜那些偶像 他經常請偶像回家之後 跟著他家裡 就有很多邪靈 我就去跟他趕邪靈 趕邪靈 騎了肚子 他整個人都鬆了 本來醫院 因為醫院來講 就不接受邪靈 這件事 就叫他入精神病院 但是呢 當我跟他趕邪靈 他又正常了 醫院說 你可以出院 這個就是 我真實的經歷 不止一次 是很多次 在網上呢 待會會給大家看的 在YouTube找葉牧師 YouTube找葉牧師 還有有趕邪靈為人 趕邪靈這個播放清單 就有不同的人 我跟他趕邪靈的時候 拍的影片來的 好了 中國人拜很多拜觀音 這個就是一個古代的觀音 是男人來的 是動起一腳的 印度那些觀音 以前是動起一腳 他們那些佛 那些菩薩 都是動起一腳的 並且觀音有幾個人的傳說 即是有不同故事 其中一個是妙善國的公主 但是他是男人 為什麼是公主呢 這些都是一些 沒有真實的紀錄的人來的 根本沒有證據 證明這個人真的存在的 只是一些人的構想出來的 好了 關雲祥 關羽 關公 他是將軍 他怎麼可以救人呢 他死後就可以幫得人呢 佛呢 佛教的網就說 佛其實是教師不是神來的 他不是神 他又不是神派來的 所以佛教是不是信有神 不是信有創造天地的神 他只是覺得這個世界 已經是永恆的 循環的 不斷循環 但是這個東西是沒有根據的 這個世界一定不是永恆循環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從這個世界 譬如是太陽 太陽有熱能 一路一路散發的 這個宇宙的熱能 一路散發的 到最後 一路經經過很多年之後 始終會沒有了 所以這個宇宙不會是永遠存在 如果永遠存在 已經存在了很多很多 億億億億萬年 這個太陽已經沒有了火 但是現在依然有火 證明這個太陽存在 並不是那麼長的時間 所以這個世界不是永遠存在 佛教就說它永遠存在 還有佛經裡面也有不同的矛盾的地方 另外我試過去上網下載一些佛經 還有我去過一些佛教的學堂那裡 去影印他們的佛經 然後我去找 可以借了之後回去影印了 影印了之後我就拿出一部分 證明他所說的話 是不合乎真實的常理 譬如其中佛經有講到什麼呢 他講到那些人 因為不聽佛經的話 就越來越矮 一百年矮一尺 矮到幾矮呢 矮到一尺高 然後他們又聽佛經的話 接著他們就高了 一百年高一尺 高呀高呀高到幾高呢 高到比世界上最長的動物 就是藍瓶更加長呀 藍瓶比大廈更加高 一個人如果像大廈那樣高 那些骨根本支持不了的 在佛教裡面講到 佛也是的 高到不得了的 但是如果這麼高的時候 根本是 他的骨是不能夠承擔的 這些都是他們所講的這些說話 都不合乎真實的情況的 所以他根本是教師不是神 所以不能夠救人的 不能夠將永生給人 他也沒有權兵 其實佛只是一個人 他怎能夠告訴人 你跟我的方法修煉 你將來一定是 不用投胎了 就去裂盤 就是一個完美的境界 他有什麼把握呢 他只是一個人而已 他有什麼權兵可以說 你一定可以去得到 根本就是他們的信念 是跟從印度教的信念 並不是有真實的證據的 好 關德興 我相信也有些人看過關德興的電影 就是王飛鴻 很多集 他是演員來的 但是現在香港也有個廟 弄了關德興那個像 在這裡 就拜了 關德興就求將關德興祝福他 他有什麼能力去祝福呢 另外孫悟空就是小說人物 但是呢 在這個西遊記裡面 但是他根本沒有能力 但是居然那些人就拜 拜孫悟空 並且那些反神打 又孫悟空上身了 上了身之後 就好像猴子一樣 但是呢 這個根本不是真實的 有這隻猴子 是假的 所以證明這個是魔鬼扮孫悟空 我們要明白 以上我們講到人不同的方法 接觸邪靈 其實邪靈 魔鬼和邪靈 或者人 或者自己都可以 偷竊殺害偉懷 在《以漢福音》十章十節 就講到 道策利 無非是要偷竊殺害偉懷 而魔鬼來道 人 犯罪 或者自己 都是會傷害我們自己的 那就會傷害我們不同的東西了 傷害我們呢 錢 錢會離去 越來越情緒化 孤單失落 苦惱 家庭有問題 癌症 坐牢 死亡 自殺 永遠有地獄 其實是很慘的 其實人們被魔鬼偷竊 偷竊 偷東西的時候 他不會留一些好東西給你的 他會把你所有的東西 偷走 所以很多人 偶像 拜得很重要 他發覺是 越來越多問題 越來越不開心 家庭 越多問題 越多紛爭 越多疾病 這真是很不合理 很多人經常都希望 希望可以得到幫助 但其實是沒有把握的 但聖經是有這麼多證據 聖經是有預言的證據 聖經裡面有很多預言 清楚講到將來發生的事 耶穌未來自然一千年 那時還沒有釘十字架 聖經已經說定 耶穌會釘十字架 聖經也有科學的證據 講到以前從來沒有任何 古代的經典 是說地是懸拐虛空的一個球體 因為現在我們研究科學 就知道地是懸拐虛空的一個球體 以前人們以為地是一塊平地 即我們的地是平的 但聖經是唯一的經典 聖經也有句說話 聖經有約伯記 神就跟約伯說 你能不能發出閃電 告訴別人我們在這裡 以前是沒有家裡的電 沒有手機的電 以前只有閃電 閃電的電 跟我們手機的電是一樣的 我們今天可以發出閃電 發出手機的電 當然閃電的電很強 手機的電很弱 我們發出這些電的信息 就可以告訴別人我們在這裡 聖經就說 你能不能發出閃電 告訴別人你在這裡 這就是聖經一早知道 將來我們可以用手機告訴別人 我們在哪裡 另外就是神是可以經歷的 神是可以經歷的 還有可以趕邪靈的 我們奉耶穌命 可以趕邪靈 世上任何宗教的邪靈 我們都可以趕的 我趕過不同宗教的人的邪靈 但是從來沒有人是可以趕耶穌的 沒有人能夠在基督徒身上趕耶穌 沒有的 是唯有基督徒才能夠從人身上趕出邪靈 就讓我們看到這個 耶穌是真神來的 並且有很多人死過 我們想知道宗教不是真 最主要是死過 為何有些人死過回生 因為醫院有急救 還有神容許有些人死過回生 有急救救他之後 他就說 其實我死了之後 我看到你們個個在這裡 其實我的靈魂飄在這裡 我看到你們在做什麼 他能夠說一些人做什麼 那便能夠說一些人說什麼 證明他不是消失了 原來人死後真的有靈魂的 然後有些人去天堂 信耶穌去天堂 又看到一些信了主死了的人 有些人去地獄 就很痛苦 但是他們有機會 他們急救回頭 說回這個地獄的情況 你會不會想自己去地獄 你會不會怕自己去地獄 我希望你會尋找真理 聖經有很多證據 而且耶穌真的是祝福人 耶穌不是令你很苦悶的 其實信耶穌是很開心的 是很有力量的 有些人以為信耶穌只是聽道 其實聽道是重要的 讓我們認識神 但是當你明白神的美好的時候 你聽道是喜歡的 你會被吸引的 當你親近神的時候 你真的會經歷到神各樣的祝福 其實很多人拜偶像都是為了什麼 為了錢財 為了平安無病 生活愉快 但是不知道其實邪靈會偷走這一切 其實有很多人 他越拜 他的錢就越多問題 越是沒有平安 和有病 和生活不開心 有些人都說 有些拜神都很發達 但是他發達 但是他的家庭裡面很多紛爭 是不開心的 就是沒有封聖的生命 耶穌是叫人得生命 變得更豐盛的生命 而真神真的能夠凡事 祝福那些信靠和愛他的人 祝福我們 能夠供應我們 先求神的國和義 這一切會加給我們 給我們 有平安 有開心 有愛 可以經歷愛 很多人很追求愛 總是有異性 喜歡他 他就喜歡得不得了 但是我們在耶穌裡面 我們經歷到神的愛 我們不會隨便和別人拍拖 我們會尋找神為我們預備 那個配偶才是最重要的 這樣就能夠在家庭裡面有愛 或者就算是沒有家庭 都能夠享受單身的生活 還有神可以給人健康 很多人在祈禱的時候 本來有病 後來身體就改善了 還有有體力 相信耶穌的人的健康 通常來說是好過不相信耶穌的人 他們的情緒都更加厚 好像我自己 其實我已經七十一歲 快七十二歲 但是神都給我這麼有力量 這麼有喜樂 更開心 和聲音這麼好 都是神給我的 我多謝天父 神可以給人前途 很多人用盡方法 當然我們都要讀書 要應該做工的 但是掌管前途的是神 祂能夠祝福人的前路 我知道有基督徒 他們肯聽神話 祂本來是做地產的 祂說有時候很難找一宗生意 但是當祂肯聽耶穌的話之後 忽然間一個月就有五宗生意做了 祂說從來沒有試過 這都是我真實的經歷 所以神真的能夠祝福我們的前途 祝福我們的婚姻家庭 很多人婚姻家庭都是吵架 很多人缺乏愛 因為個個都只想得到自己的東西 只想得到自己的東西 就會有自私 貪心 或者被情慾控制 但是當我們聽耶穌說 肯比次相愛的時候 家庭就會有更好的婚姻 我自己做很多婚姻輔導 如果你在這方面有需要 你可以找我 待會你會見到我的電話 祝福我們的兒女 如果他們聽耶穌話 我們為祂按手祈禱 去經歷到神的平安 祂更加願意聽耶穌話 他聽耶穌話 祂的生命是祝福的 所以我們都幫助我們的子女 不單止我們自己 我們的子女都信耶穌 跟從耶穌 以及經歷聖靈的工作 經歷我們為祂按手祈禱 祂可以經歷平安 喜樂 愛 神的能力 神的智慧 祂更加會聽話 更加看到神是真實的 還有我們心靈滿足 還有心靈有生命的意義 還有我們可以得到永生 這個很重要 因為永遠可以和神一起 開心到不得了 有些人說我寧願去地獄 但地獄真的很慘 其實我們現在在享受 很多神的祝福 我們的空氣是可以很舒服的 微風很舒服的 環境 花棗樹木 是很漂亮 令我們舒服的 我們的身體 神做我們都是很奇妙的 都是令我們舒服的 這些一切都是神給我們 在地獄裡面 這些所有好的都沒有了 在那裡是很慘的 你為什麼會上去地獄呢 神真的是祝福 不悶的 其實信耶穌 你看到我說話 你看到我不是悶的 我真的每天祈禱 每天都經歷到神的愛 神的平安 而當人有邪靈 我們可以奉耶穌命和你說邪靈 所以你不用怕 如果你有鬼擇 有邪靈攻擊 或者邪靈跟你說話 說一些不好的說話 整天都聽到聲音 你沒有用 你笨 沒有人喜歡你 這些聲音 有可能是邪靈來的 或者你有邪靈叫你自殺 找我們 我們可以為你趕邪靈 聖經說 耶穌說 信的人哪有神跡 隨著他們 就是奉我命趕鬼 我們能夠奉耶穌命趕鬼 很多人接觸靈界 經歷邪靈 奉耶穌命可以趕邪靈 很多人打坐 冥想 靈魂出竅 見到邪靈 邪靈都繼續騷擾他們 即是說 其實他們發現 原來打坐和冥想 並不是會帶他們進入一個更高的領域 而是被邪靈搞妖 還有很多佛教和想 和不同宗教的人打坐 拜偶像 或者接觸靈界 都是很多人見到邪靈 奉耶穌命能夠趕邪靈 證明聖經是獨一真神所啟示的 神就超越所有宗教 我們奉耶穌命是趕任何的邪靈 證明神是超越一切 就是所有人立的宗教 我們發覺神的所立的基督教 有什麼不同呢 在裡面我們看到神是愛的 充滿愛的 充滿聖結的 其他宗教 譬如人們拜完神 又去打麻將 又去罵人 家裡經常吵架 又去拜神 其實他們拜神 只是想求福 他做什麼呢 不關那個神的事 只是利用神得到福氣 但其實只是招惹到邪靈 和家裡有很多問題 但是呢 基督教是怎樣 這個神是很慈愛 充滿愛 很關心我們 也都是聖結 聖結才是好的 為什麼呢 在天堂那裡再沒有罪了 地上為什麼這麼痛苦呢 因為人們會吵架 人們會說一些不好的事情 又會傷害人 又會偷錢 又會利用人 又會嫌棄人 做很多不好的事情 天堂再沒有這些事情 天堂聖結是最好的 神是聖結 我們有罪 就不能去到祂那裡 的那麼多罪都不行 的那麼多罪都不行 的那麼多罪 發脾氣 傷害人 看小人 罵人是蠢才 傷害人的心 貪心 自私 不拜真神 都是罪來的 都是要落地獄的 所以我們知道 原來這些任何的罪 都不可以來到神面前 但是人所立的宗教 全部都是 你就可以隨意去 有些宗教 甚至他們會去殺人 他們會殺人 他們就覺得是打聖戰 也都有很多人 用宗教的名義 犯罪 或者是 一路拜神 他一路去賭錢 去做一些不好的事情 包以拉 賊鬥那裡 又有關公像 那些警察那裡有關公像 那關公聽誰呢 聽賊又聽警察呢 這些都是一些 證明這些是邪靈來的 神是超越一切宗教 但是我們可以奉義和宗明 趕邪靈的 那這個是我其中一個 很真實為人趕邪靈的情況 他的手馬上硬了 兩隻手都硬了 那我就跟他趕邪靈 然後叫他悔改 認罪 離開罪 和願意將生命獻上給神 然後馬上送了 然後很開心很開心 整個人就開心了 那這就是神 臨到他身上把邪靈趕走 我曾經試過很多次 跟人趕邪靈 或者有時候甚至我在講道 在聚會中有人有邪靈 他馬上有彰顯 然後我們就奉耶穌命 和他趕邪靈 他整個人就鬆了 耶穌真的很真實 那怎樣趕邪靈呢 第一 是一定要真心信靠耶穌做救主 因為我們有罪 我們悔改求耶穌射免我們 並且全心跟從和遵從神 即不是只是口話信耶穌 因為信耶穌是會跟從耶穌 信耶穌做耶穌所吩咐的 才是真是信耶穌的 而我們為人趕邪靈 我們更加要離開一切的罪 更加要遵從神 如果那些人想被我們趕邪靈 也都是需要悔改離開罪 求神去醫治 射免祂的罪 以及醫治祂心靈裏 一切的憂傷 苦毒 讓祂的心靈裏 沒有這些不好的東西 沒有這些罪 苦毒的東西 影響祂不能夠把邪靈趕出來 所以耶穌是想潔淨我們 當你真心給神用 神真是祝福你 將這些不好的東西趕出來 然後第二 第二就是處理生命中各樣的問題 罪 我們煩的罪 負面的思想 情緒 不遙恕 被人影響 即是會經常想一些不好的東西 哎呀沒有用 我蠢 那些人真是衰 這些負面思想 或者負面情緒 經常煩惱 煩氣 失控 不肯遙恕人 或者被人影響 很激氣 好了 下一步就是建立和神親密的關係 用長時間讚美神和愛慕神 讓神的同在加強 當我們時事這樣讚美神 我們的人就開心 我們就整個人輕鬆了 整個人都開心了 神的同在真的會將平安喜樂 帶給我們的 真的整個人會輕鬆的 神是真實的 可以醫治一個人的 將整個新心靈去醫治 祝福我們的 和神有親密關係 讚美神 整個人平安興盛 神的同在加強 然後奉耶穌的命 趕續邪靈 深信我們信靠耶穌 信靠神 信靠神 遵從神 和處理生命 邪靈一定要離開 所以我們每個基督徒 都可以有這個權力去趕邪靈 所以如果你想 如果你發覺有邪靈搞妖 無論你信耶穌還是未信耶穌 為何信耶穌有些人都有邪靈呢 因為他未處理好他的生命 他之前有邪靈 他未處理好 即是信耶穌一樣會發脾氣 想一些不好的事情 激氣怒吵 傷害人 這樣的時候 他一樣生命給魔鬼留地步 魔鬼就會攻擊他 所以我們來到神面前 就是神 你赦免我罪 幫我悔改離開罪 有些人覺得離開罪很痛苦 如果無罪一生輕 即是無罪整個人都會開心 輕省開心快活 不受罪的影響 整天天天天都會開心 天天天都會平安喜樂 這樣人就不會有神的同在和恩典 所以我希望大家 會你想清理邪靈 或者你裡面有些情緒 覺得情緒會搞妖你 即是有時莫名其妙的情緒 或者莫名其妙的負面 都可以跟你趕邪靈 也都帮你处理生命 你整个人可以提升的 你播放清单在义牧师网上 找义牧师YouTube 找义牧师有一个播放清单 就是为人趕邪靈了 那你就会看到不同的影片 那你就可以在那里看到 那些人真实经历到邪靈 被趕出来 那我有很多不同的播放清单 会帮助你整个生命的 而我的电话在网上都可以看到的 94088617 那YouTube就是找义牧师 Facebook就有 復興宣教士工和义牧 那我亦都网上有很多资料放在那里 那希望祝福你 希望你有这个需要来找我 或者你就算没有这个需要 你很想你有丰盛的生命 你很想你整个生命开心快活的 我都欢迎你找我 我是很乐意去帮助你 神一定祝福你的 神一定将你的生命提升 让你整个人变得开心变得快乐 满有力量满有恩典 叫你不是活得辛苦的 在这个时候我带领大家一起祈祷 你真心跟着我祈祷 耶稣都为祝福你 亦都可以开始跟你说邪灵 如果你身上真的有邪灵是严重的 所以就算有这样的祈祈祷 你都会发觉有些事情搞动你 如果你有些事情搞动你 即是证明你身上有邪灵 我们一起黑盲眼 如果可以你站在那里祈祷 放松个人 亲爱天父我们多谢赞美你 感谢赞美你 因为你很爱我们 你关心我们 你时时爱我们 看重我们 但是人犯罪离开你 所以造成很多问题 亦都很多人拜偶像 接触灵界 以致被邪灵攻击 以致会有鬼责 或者魔鬼邪灵 和他说一些负面的说话 影响他的生命 甚至叫他自杀 主耶稣是想我们有丰盛生命 不是想我们被邪灵折磨 因为人被邪灵折磨 只会越来越差 越来越堕落 求主帮助我们走神的路 遵从神 亲近神 我们真心悔改 如果我们真心认罪 神都会射灵我们 求主射灵我们 有怒过人 骂过人 罵过人 得罪人 伤害人 贪心自私 想起一些不好的东西 有�淫念 有淫乱的行为 还有我们没有敬拜真神 去拜假神 求主耶稣射灵我们的罪 洗淨我们一切的罪 洁净我们的灵魂 将永生赐给我们 多谢天父 赞美天父 我们多谢耶稣的恩典 当我们真心悔改 耶稣就和我们一起 耶稣就拯救我们的灵魂 洁净我们的灵魂 多谢天父 多谢耶稣 主耶稣我们欢迎你 欢迎你 祢要临到我们身上 每一个听这个祈祷 求主临到他身上 求主帮助他 有打开心 很想耶稣救他 求主耶稣降临 赐给我们平安 清省 开心快活 赐给我们力量 欢迎耶稣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主耶稣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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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信念高授我 主耶稣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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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信念高授我 多谢天父 多谢耶稣爱我 我们求耶稣祝福我们的生命 提升我们的生命 更新我们的生命 拯救我们 多谢天父 多谢耶稣 我们欢迎耶稣来到我们身上 欢迎耶稣来到我们身上 欢迎耶稣祝福我们 我们需要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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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感谢你 奉耶稣的命 如果有人身上有邪灵 我奉耶稣的命 吩咐那些邪灵 你要离开 奉耶稣的命 我吩咐任何的邪灵 你离开 拜偶像带来的邪灵 你要离开 所有人犯罪带来的邪灵 要离开 犯奸淫带来的邪灵 你要离开 憤怒带来的邪灵 你要离开 贪心自私带来的邪灵 要离开 所有污蔚的思想 带来的邪灵 要离开 我奉耶稣明 我吩咐这些邪灵 都要离开 耶稣释放我们的心灵 叫我们平安兴散 开心快活 耶稣赐给我们平安兴散 开心快活 多谢耶稣爱我们 多谢耶稣爱我们 多谢天父爱我们 天父好爱我们 求祝福每一个人 听这个信息的人 都能够得着耶稣的恩典 奉耶稣的名 我吩咐 在他们里面的邪灵 都要离开 你不可以停留在这里 奉耶稣的名 在他们里面的邪灵 都要离开 不可以停留在这里 多谢天父 多谢耶稣 多谢耶稣 多谢耶稣的大恩 多谢耶稣的大爱 多谢天父和我们一起 感谢天父 天父真好 天父真好 欢迎耶稣 欢迎耶稣 我们全心爱耶稣 耶稣 耶稣 我爱你 我跪在你面前 赞美我敬拜 我们地王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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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耶稣 多谢天父 多谢耶稣 感谢耶稣 欢迎耶稣 求主祝福我们 赐给我们丰盛的生命 赐给我们平安喜乐 而所有有邪灵的人 我奉耶稣的名吩咐 都要离开 这些邪灵 都要离开他们 奉耶稣的名 洁净我们 赐给我们平安喜乐 兴散 所有真心悔果认罪 求主耶稣 赐面的求主耶稣 你居住在他的心中 成为他的救主 成为他的神 将永生赐给他 欢迎耶稣 做我们救主 做我们的神 将永生赐给我们 祝福我们整个生命 祝福我们的生命 祝福我们的生命 给我们有平安喜乐 有力量 有盼望 有前途 有美好的家庭 有美好的人际关系 有美好的前途 也有丰盛的生命 能够祝福多人 将来永远跟你在天堂 是好得无比的 多谢天父 赞美天父 感谢天父 多谢耶稣 感谢耶稣 耶稣真好 我们欢迎你 欢迎你 欢迎你 求主祝福我们 所有邪灵都要离开 奉耶稣的圣名 所有邪灵都离开 求主耶稣 祝福我们整个生命 用我们平安喜乐 兴散 多谢耶稣 感谢耶稣 求主的平安喜乐 充满我们的心 多谢天父 感谢主 祈祷奉主耶稣的圣名 阿门 好 主祝福你 如果你想联络我 欢迎你用WhatsApp 或者是电邮 去联络我这个香港的电话 94088617 我很乐意帮助你 如果你这个先祈祷的时候 有经历到平安喜乐 兴散的力量 你都可以接触我 我可以帮助你 生命更大的发挥 能够整个生命 揭出很多果子 能够祝福多人 如果你是未信耶稣的 你想耶稣祝福你 你想我们为你赶车来 我欢迎你来找我 我们是义务帮你的 我们不是为了钱 去祝福你的 有些基督徒怕 你第二天进了教堂 又要奉献 这个是自愿性的 没有人逼你的 我们不会看看 你有没有奉献 我们说明 你未信耶稣 你不需要奉献 就算信耶稣奉献 都是自愿性的 没有人强迫你的 好了 希望大家不要因为钱 而不去认识耶稣 耶稣真的会祝福你整个生命 祝福你的供应 和你需要的一切 神都加私恩祝福你的 当我们跟从神 爱神的时候 神就会将 我们人心未曾想到的恩典 会赐给我们 多谢天父 祝福大家 主与大家同在 好了 拜拜 欢迎你来找我 祝福你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